最新爽的戏人是无限制的 得到基本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又想他在年轻的时候 有很大的反差 又希望呢 把旗号的标签都拿掉 我们在想着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觉得演员互相标戏 这个形容词不太成立 我觉得是互相协助 对所谓的演技炸裂 这个词我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一个表演 最宝贵的一定是真诚 我注意啥 眼镜套我车牌我注意 你是真标 标子你得了 对新爽的信任是无限制的 我就觉得他剧本是肯定没问题的 就我们都不是很喜欢重复的那种人 那新爽也是包括这部戏的公布 我要拍一个完全跟 所有东北悬疑剧不一样的 眼光梦眉的东北 一个秋天的东北 不要那么是暗黑那种的东北 那作为演员也一样 我们在做公标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情号的标签全部拿掉 我们就要一个公标 大家想办法怎么能让实现这个愿望 大家的追求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也就是演员 包括我们导演 包括这些创作者 最嗨的地方就是这个 你要实在不爱看 你赶紧招人吧 反正这些车份钱我照项 他角色是一个 出车司机往他后面 叫风吹日晒的 但我们又想他跟年轻的时候 有很大的反差 我感受就是我妈看到 故意都不认识我了 当时说那用了手机解锁 手机也解不开锁 然后说那这个确实已经 把情号给标签去除了 我说这个可以 你说大家给我的反馈 现在都是都有看懂 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就我们所有的努力 不管是完成任务角色 还在里面来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这个彩蛋也好 彩蛋也好 大家都有顾问 这一点是最欣慰的 是最开心的事情 就我这辈子 最大的弱点 就太重感情了 你进一步了解我就知道 谁有个人心 你会发生什么 越演你觉得越有味道 风标这个人物 其实它的结果都是在前面展现的 你越往后 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变成完整立体的人物 我就觉得写的真巧妙 所有的台词 都是那么的阶级气 然后又那么的幽默 别的傻傻不行 气质这块必须拿进去 它的好就好在 每个人的台词 每个人的行为 每个人的戏 都是那么的油然 是什么的自然 这是这个戏 我觉得严谨的 特别过瘾的地方 但是你要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确定要发布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公标 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那我觉得 如果能加个胰岛素 高血糖 糖尿病 那可能会有一些病态的反应 包括公标 这个肚子那么大 这个腿那么细 后来我查了一下 肠胶病的典型 那个临床病症 这种反应 就是这些 就这个是加进去的 还有最难的一点 其实这个角色 就是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样 就年轻时候的 大学生 到底是什么样大学生 我们之前 从最开始的聊这个角色 可能是戴个眼镜 或者是穿一个 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发型 是白白清净的 是奶油一点的 还是怎么样一点的 就我们一直在想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且它的这个样子 怎么会成为后面的样子 他们两个之间 一定要关联的 这个中年的时候 你已经这么标了 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标了什么程度呢 就这些东西 都需要你在拍的过程当中 一点一点探讨 包括跟导演聊 而不是这块我加一点 再加一点 我喜欢成熟型 那这一点我太有优势了 他们都说 多少要先老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跟黄丽如在年轻的时候 去电影院那场戏 就那一场戏拍完了以后 我基本上就觉得 我找到这个公标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到底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基调 然后也可以跟前面的 那个公标呼应 这场戏的剧本是 新爽四十分钟写出来的 现场点多 整个标点符号 特地格都不用担 对 就是那么的东北 那么的顺口 就是那么应该是 用公标这样的嘴 我来演的人 来说出来的话 你这咖啡太理尿了 你去吧 我陪你 正好我也要去 给你 我的事还是你们的事啊 马上 算点心不行吗 马上会 范围老师跟我说 老乡都是杨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北的了解 基本上都是 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 然后把这些生活 带给这个角色 范围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从二十年前就是最喜欢的 你给他任何的梗 他都能给你接下来 对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抛出些梗 然后我们就来 人家再一接觉得更好玩了 就是合作的非常愉快 那跟陈明浩呢 又是我同伴同学 我是大学同伴同学 那么多年的同框 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几个拍戏 也是没什么勾红成本的 就是上来以后 谁靠我等这边接 那边接 即兴的东西 大家互相接很舒服 是一个很美妙的一次合作的经验 他和画里我要怎么那么不服呢 当年笔子哥 我也是画不大一号啊 那就全都来着了 我觉得演员互相标戏 这个可能词不太成立 我觉得是互相协助 因为两个人的表演 一定是一个搭梯子的过程 你给他搭 他往上走 他搭给你 你往上 对 是互相协助的过程 然后我对所谓的演技 炸裂 或者演技这个词 我也是很认可 因为我觉得一个表演 最宝贵的 包括最高级的 一定是真诚 只要能看到出技的东西 我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 最能打动我的 其实很多演员都是 西门里面的人物 纪录片里面的人物 他们没有表演 没有技 他们就那么的真诚 或是真的在 所以我觉得演员 对于我来说 我这么多年 一直追求的 就是那个境界 演员演的不是戏 演员演的是角色 是人物 这是演员的工作 戏是编剧的工作 所以演员不是演 哭笑闹 演员演的不是这些 演员演的是人物 只不过这些哭笑闹 是在这个人物身上 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有个习惯 就自己演的戏 我也不怎么爱他 也不是爱他 也不怎么看 包括隐秘的角落 到现在我也自己都没看过 第一点原因呢 是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看自己演的戏呢 没有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 因为你想的都是遗憾 第二点呢 就是我有 我跟很多人都说过 说我有一个很 也不知道是成熟幼稚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望 一个想法 就我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都拍戏的时候 老子干不动的时候 然后再回头看过我之前拍过的每一部东西 因为之前这个刚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千万百计的要让大家那个 你来看啊 真的很好啊 那现在有很多人认识 我觉得那就大家就开齐了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吃 然后大家去交流 我这边就开始安安心心的拍我后面的戏了 作为一个演员 把这部戏 这个推荐给大家 或者是 给大家这样的工作 基本上也 我觉得 到了这个 您说的这些口碑出来以后 就觉得这个 这口气放开来了 有特别增肥 但是增的效果 还是需要一些辅助 什么脸啊 化妆啊 可笑啊 但是那时候也确实胖了20年 是我最胖的一段时间 但是也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可以工作的名义 不是还在 没有任何的那个负担